哈喽小老师宝宝们你们好 我是鹿 大家好 我是肉肉 肉肉现在已经过了他的一个应激期了 然后呢 最近也长得很壮 大家刚来的时候 可能就 就只有他现在一半 然后你们看到他是只小母猫 但是他现在非常的壮实 还有这个毛啊 整体的这个肉啊 包括这个小脸 哎呀就我家肉太白了 就容易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讲一下 肉肉平时吃的这个猫粮 给你们做一下推荐 因为最开始我不知道哪种猫粮 会比较适合我们家肉肉 所以也是挑了很久 但是最近就是刚好选到了一款 我觉得肉肉一段时间吃下来 很好的一种猫粮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 就是这个啦 领先海陆双拼猫粮 然后这个猫粮肉肉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然后这个肉确实是长得很结实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爱吃 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因为我真的试过太多的猫粮了 他都很挑 那领先这个牌子呢 我专门上网查了一下 它是一个上市公司生产的 然后是在国内做了20多年的这个宠粮出口 比较放心 然后我就买了两袋 然后里面它会有一个小册子 那个小册子里面会把每个原料在哪里生产的 都会写得清清楚楚的 就会让所有的产水官们觉得很放心 智利的生海鱼加鸡肉 然后就是非常的低脂高蛋白 然后对于猫咪的这个肠胃来讲 是非常易吸收的 好消化的 它里面是不含大米啊 玉米啊 小米啊 这些穀物的 降低猫咪的致敏风险 每次我一拿这个罐头 肉肉就过来了 他特别特别特别爱吃 他们家的这个罐头 然后这个罐头也是 是金枪鱼三文鱼的 那每次就可以把这个罐头 伴着这个猫粮 然后就会特别的爱吃 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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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吗 开心吗肉肉 开心吗 就这样啦 拜拜